近來接連發生超商店員 被攻擊的案件 引發了社會不安 內政部長徐國勇則表示 將會以大數據來分析巡邏路線 針對熱點 讓安全網人更密集 而警政署也祭出了新招 遠景深夜巡邏的時候 可以主動到超商去用餐 以提升見景率以及安全度 夜深了四五個職勤 遠景走進轄區內的超商 買餐點 就在用餐區坐下來吃 填飽肚子的同時 也順便向超商店員 宣導報案系統 同行的桃園市 文中理守望相助隊長 陳武清更拿起辣椒水 指導超商店員使用方法 以備不時之需 超商成了遠景的食堂 在深夜時刻也讓店員 多了一點安心 我是覺得說至少可以有效率 防止犯罪率 跟客人在店內鬧事 這有威嚇的能力 這有威嚇的能力 通常大一般的店員 大部分是一個人住手 那有警察跟巡守隊短暫的停留 對他們 他們的安全 也是就是說會覺得多少 這只有些保護 有鑑於近來治安事件 頻傳 連勸導戴口罩 都成了被攻擊的對象 如何強化治安 避免漢事再發生 是內政部的當務之急 警政署祭出新招 來提升見景率 內政部長徐國勇更指出 將利用大數據調整巡邏路線 針對熱點讓安全網更密集 有一些縣市都已經就巡邏各方面做出一些調整 那他們現在就是也有調整 有的遠景他也會主動往超商 去那邊吃個午餐吃個晚餐或吃個宵夜等等 那這個我們都不禁止 這個也可以在很多的面向增加超商的建景率 那也增加超商的安全 徐國勇在二十九號內政委員會的強化社會安全網 專案報告中強調 要強化執法能量 除了嚴格執法向上追查 街頭暴力犯罪外 警政署更要強化檢警合作 加強超商巡守 並建立警民熱線報案機制 記者綜合報導